你好,請問有預約嗎? 這裡是哈拉美法院 嗨,大家好,我是志遠 嗨,我是史蒂夫 今天我們要回答一些你們提問的 其實問題的本身沒有什麼大問題跟小問題 就是每一個人的問題都很重要 就由我們來回答你 還有我想到,我突然想到那個SYS 你想看我娛樂100% 天女下凡來解答 太久了 然後你知道那個年代是什麼嗎? 我只能說他們這是第一代直播主 好,那我們來看看觀眾 我們粉絲們有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傳真機 對對對,傳真機 然後突然手上拿一個 然後就拿一個 來這個問題各位 我們進廣告也會有進廣告 好可惜,為什麼現在直播不能進廣告 現在社群直播一直播兩三個小時在尬 現在也是有啊,有休息時間啊 直播會有嗎? 那休息時間我們要幹嘛? 他們就是去喝口水啊 然後這裡就空了 對,沒有沒有沒有 就先關 等一下再回來 真的喔 他好怕回來就沒粉絲喔 但如果夠吸引人 夠想繼續看 對吧 最近就是我很認真在看大家直播 因為我實在是很想踏入這一塊 然後又自己沒什麼勇氣 那覺得自己不夠厲害 也就是不太懂該怎麼表現 才能把這件事情表現得好 我希望在短短的時間內 接下來大家就會看見我們直播 好,那來吧 今天的問題是 第一則呢,他是說 就是他也在IG上面看到很多 尤卡設計師 不管是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然後很多設計師都很厲害 然後每個月都會發自己業績 然後業績都好高 甚至還有一百萬的 然後想要問你為什麼尤卡設計師好像都超級厲害 叫物以類聚 哈哈哈哈 就是一個 對吧 你可以說我們就是 自由班 我覺得有一個蠻特別的現象 是我們這樣子全台都展電以後發生的 假設我是一個50萬的設計師 我想要知道怎麼樣變70萬或80萬 但我會希望我換到這個場 這個環境來 因為這邊已經有人做到這樣 一定會有人可以給我答案 但如果我原本的環境裡面沒有 我怎麼問我都問不到答案 或者是我只能得到一些片面的 其實說白了就是你身邊的同學功課如果都不好 你就很難好 那沒有人告訴你讀書的方法 那如果說我們在公司裡面有一個人 他做到40萬業績 那我看他做事之後我就會學習 那我可能只做到20萬 那我下一個月他40萬 我已經30萬 40萬的人就會想說 我靠我要被追上門了 不行 一個好勝心的人 就是另外一個競爭 人都有你知道 在一個魚缸裡面 就是越多魚他就會越逗嘛 就是越競爭嘛 那你就會 突然那個40萬的就會變50萬 然後下面又再繼續往上 所以我想就是這種 反覆來回的過程 造就了這麼多優秀的髮型師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關鍵 就是分享的氛圍 就是我靠著這個方法我提升了10萬 那大家不會吝嗇分享 對啊 因為我分享給你 你也會分享給我啊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很良心的循環 跟回饋的話 沒錯沒錯沒錯 好下一則 就是他問說從實習師升到設計師 總共需要考過多少考試 然後有沒有那種學到一半然後就放棄的人 也有很多老一輩的人都會覺得說 美法學徒或有實習師就是薪水很低啊 賺不到錢這樣子 然後會不會很辛苦嗎 然後很難過分 這分成很多個問題 但你說考幾個試 其實我自己也不太知道 好像算一算有40個 我記得還蠻多 36個以上 對 36個項目以上 對應該有 但裡面有一些是練習 對啊還好啦還好 是時間啦 大概一兩年 完整的考試應該有一年半 對然後很多技術類的型 你學會了一個 你考過了一個 基本上第二第三 他們是同一個系列的 你一定會蠻好的考過 技術是一個連續技 他比較不是每一個都是單純 對你不是每一個都重新學習 所以這才叫基本功啊 你等於最簡單的學完之後 你的下一個考試就是你擁有基本功 然後在這基本功再前進一點點 這個就像一個技能術 對 敏捷的往什麼發展 然後力量的往哪個發展 這樣 那大概你說 就是會不會有人學到一半半途而廢 欸我先講喔 半途而廢是正常的 因為這樣子的人是多數 成功的保持毅力不斷的前進的人 在這個社會上是少數 所以當你半途而廢的時候 其實不太需要覺得自己怎麼了 而那一些成功有毅力的 恭喜你們 你們是這個世界上的少數 而且你們非常的優秀 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在這裡我真的是大力的讚美那一些 擁有毅力的 那你覺得半途而廢的人 有需要譴責嗎 我自己覺得還好欸 因為我是覺得 人生這麼長 你可能在這個地方半途而廢 但是你在下一條路 或者是下一個計畫裡面 堅持到底 你也算是你的成功喔 我覺得一個人的人生裡面 每一件事情都堅持到底的人太少了 嗯 就是代表他能堅持到底 可能他有他的執著 還有幹嘛 你有半途而廢一定有其他的原因跟理由 嗯 那除非你習慣做什麼都半途而廢 喔這個就不行 我就真的會小小的譴責你 冠性乳舌 對對對 就是冠性乳舌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不太好 那如果你是一個習慣 冠性半途而廢的話 你可能要適當的調整一下自己 為什麼自己沒有辦法再堅持下去 但如果你只是一份工作中間的半途而廢 還好吧 嗯 你也可以換一個方式再講 我在試啊 我怎麼知道我真的喜不喜歡 對啊 人生很長啊 try一下 那當然就是會被別人說話 就是喔學到一半學到一半 但真的很正常 但是如果針對 來美法這個行業 然後我說要放棄還是什麼 我覺得你至少學到一個階段 你認為到這個階段就差不多了 給自己設下一個計畫 一旦完成了 你真的選 不喜歡你要離開也可以 就跟學音樂一樣啊 就你沒有談到很厲害 起碼樂譜先看 對 至少我考過幾集檢定 就夠了 你先知道這個成就感來認真 嗯 應該是算這樣 對 我覺得 但我還是要說半途而廢人真的很多啦 尤其是學美法 因為學美法就是不只是技術 它也是個服務業 嗯 那它又要學會社群經營 又要有口條 就是有非常多的領域需要你去探索 涵蓋的比較廣 對 你可能在某一個地方就是 退步 就沒有辦法再前進 尤其是 加上我們現在還要再學習社群跟生效這件事情 這些東西就比較雜一點 但是 我要告訴你 如果你真的這些都學差不多了 你去到任何行業都很厲害了 好像可以 對啊 就你都做美法能這樣賣衣服也還OK 對 沒錯 好那如果 他剛剛好像還有說 就是會不會就 家長 家長 錢啊 因為學徒所以覺得薪水很少 現在有勞基法 我覺得這件事情現在已經沒有了 有勞基法 有勞基法 就是先你去找一個 就是比較符合勞基法的公司 這樣就沒問題 下一個就是有一個觀眾說 他今年20歲了 然後他一直很想嘗試去學美法 可是他內部不敢跨出去 然後就是 跟我直播一樣 對很怕自己在那種實習室的階段 就生不過去 然後就是他也會怕 迷失掉自己 就是希望給他一點建議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啦 如果你還沒有自己的時候 你不用擔心迷失了自己 好像是 因為你還沒有真正的找到自己 我先講 每一個人的生命中 都一定會遇到你需要做決定 跟需要冒險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思考一下 這個失敗跟失去的成本有多少 如果 沒什麼好失去的 對 那你就勇敢的跨出去 就是 如果我冒險了 那 譬如說我現在是讀的是 哈佛 那我現在要去學美法 如果我學失敗了 我哈佛也得休學 那這個 你必須衡量 這裡的失敗 等不等到哈佛 那如果我現在沒有學校 沒有工作 沒有經驗 一張白紙 社會小白 我失敗了 又怎麼樣 我要不要去讀大學 還是及早進入職場 對 我覺得這個是結合在一起的 很長吧 我覺得蠻常遇見的 甚至很多 看缺不缺錢啊 對 或者是有沒有確定要做這一行 如果說你已經確定我想要往哪個行業去投入 我覺得倒不用去考量讀大學這件事情 我自己覺得學習真的是永無止盡的 不是只有在書上的那些東西才叫做學習 那關於讀大學跟就職 我真的 我真的沒有太多的想法 隨便你吧 會怎樣嗎 其實不會怎樣 你會發現 除了社會大家好像都一樣 而且你會發生這兩個決定 根本就都沒有對跟錯 對 因為你有可能讀完書了 有時候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去休學了 我去工作完之後 我後悔沒有讀完 你讀完也有可能後悔啊 你怎麼就知道你讀完書之後 你不會後悔 你自己花那麼多時間讀書 真的 你不覺得只是因為學校很安全 會發給你一張所謂的畢業證書 但如果這個四年裡面沒有那張畢業證書 你能保證自己沒有後悔嗎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選擇就業會感到後悔 因為就業的旅程裡面沒有任何一個人 會發畢業證書給你 你只有做得好就往上走 做不好Fy 就這樣 通常你會在就業與就學的地方 在思考的時候 普遍的人 我是講普遍的人 我知道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書也讀得沒多好 不然你早就去讀了 如果我讀的是醫學院 我會有這個考慮嗎 想太多 所以你就是書也讀得不夠好 才會讓你有想要丟捨的地方 那如果你真心的面對自己 你會找到答案的 先看你的就業是想要體驗還是賺錢 如果你是想要賺錢 你想那麼多幹嘛 你本來就應該要 你只是在18歲做這件事 還是28歲做這件事 還是38歲做這件事 提前還是延後 你的人生遲早遲早都得必然的面對 而大學是一場選擇題 我可以這一生都沒碰到 對 你也有可能就是碰到了 但這真的沒有好壞 有可能你大學學的東西 這一輩子都用不到 我覺得這是很常見的 可是如果他真的是讀很好的學校嗎 我覺得那就先讀吧 對啊 考上也不簡單 對啊 說真的 沒有如果你真的考上了 那就代表那是你前三年的努力 而且如果你會考上了 有可能是你 這也是你曾經的一個志願 如果叫你去上 你還會閒東閒西 那乾脆不要上 其實以前我們在 我有上大學嗎 那我的那個宿舍四個人 對 裡面有三個人 最後也都轉學 也都去別的地方 真的喔 考上了然後發現 我不喜歡這個學校 我為什麼要繼續待 那要嘛轉學 要嘛我去休學 都有 我的宿舍四個人 這兩個狀況 全部都有發生 真的喔 反而我是那個 反而我是在那邊讀完的人 我也覺得莫名其妙 那我知道 大家會怕 如果我就業之後也做不好 那我又沒有學歷 我們就兩頭空 我的選擇會更少 其實大家擔心 好沒關係 如果你發現自己要兩頭空的時候 你就知道自己成為了一個 再也不能回頭的人 當你知道自己不能回頭的時候 你就會拚了命的往前跑 那你是個深山下雨了又怎樣 沒有傘撐的人 那就淋著雨也可以往前走啊 就跟我們騎摩托車如果遇到下雨 我們就會騎快一點 開始 其實不管你今天選擇就業就學 不管做哪一個決定 那都是你人生的一個畫面而已 而這一個畫面 是否好是否壞 那個任何人都沒有關係的 事在人為 對這個評價都在於你自己 你覺得好就好 你覺得值得就值得 生命本身就是自己給自己評價 就算有些人跟你說你好傻 乾大屁事啊 但因為我是沒讀大學的人 那你說心中有沒有遇那麼一點點遺憾 如果在學習的路上 我自己覺得好像有那麼一點點 因為我沒有體驗過大學生活 但是我也會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我的確也想在大學裡面試著學習看看 學我想學的東西 以後再說啦 搞不好我老了就去讀啦 有可能 好那今天就這樣啦 那問題已經回答得差不多了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掰掰